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五节 叫做分子运动速率的分布 那前面其实有提到过 这严格来讲呢 这一节算是旧教材的问题 那新教材其实已经把它删掉了 好可是很多学校老师呢还是会怎么样 还是会继续讲 这所谓的马克思维速率分布 那学了马克思维速率分布以后 这个对你的物理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是有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物理 或者化学的现象 所以呢如果你们学校老师有讲 那你就跟着呢这个老师呢继续看 那如果学校老师没有讲 那你对物理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那你不妨也怎么样 不妨也参考一下 好来各位 那什么叫做分子的运动速率分布呢 那我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所谓的方均根速率 它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平均值 它是一种特殊的平均值 就是平方平均再开更好的一种平均值 那你说如果全班考试平均60分 各位假设全班考试平均60分 那每一个人都是60分吗 不对啊 这有人可能考90 有人可能考100 有人可能考70 有人可能考50 40 30 10分 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你所谓的60只是一种平均数 那对于这个分子来讲的话 那一样 你算出来的方均根速率只是一个平均值 所以基本上我们继续就要来讨论 它的分子的速率的分布 这个你算出来平均值 好假设是怎么样 假设是每秒2000公尺 那到底有多少会超过2000 多少会小于2000呢 那在讨论之前那我们当然学有些基本假设 第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分子的速度 向各个方向的分布都相同 那简单说它是均匀的向四面八方 你讨论X轴的分布 讨论Y轴的分布 讨论Z轴的分布 结果其实都应该一样 因为它均匀的向四面八方 没有偏袒任何一个方向 那我们前面呢 在一开始讲到怎么样 讲到真实气体跟理想气体特性的时候 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化学呢 他可能会说 这个分子呢 有3分之1X 3分之1Y 3分之1Z 好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好 那在我们前面 这分子动力论推导的时候 这个老师有解释 那在这里呢 不再赘述 那我想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均匀的向四面八方运动 所以它没有偏重于任何一个方向 所以你要讨论X轴这个速度分布 Y轴速度分布 Z轴速度分布 甚至任何一个坐标轴的速度分布 其实都可以 好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基本假设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讨论这个所谓的平均速率 可是问题是这个平均 其实怎么样 其实有很多种这个概念 这个数学呢 叙述统计讲到的平均数 就是要一个特定的数字 去代表整体 但是问题是这种平均也分好几种 好 有算术平均 有几何平均 有调和平均 有中位数 重数 那严格来讲 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平均数 统计学里面的平均数 那如果我们在物理里面呢 我们用三个不同的平均数 来描述怎么样 来描述这个气体的运动 那我很多小朋友呢 对这个数学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举个例子 全班平均考试60分 你光告诉我这个60 其实不一定能够怎么样 不一定能够了解这考试的成绩分布 那A班呢平均60 B班平均也60 可是问题是A班呢 大家怎么样 大家每一个人都60 B班是 这没有人60 对不对 它的分数是90 30 90 30 这样子结果平均是60 所以呢你可能要继续告诉我标准差是多少 中位数是多少 重数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平均也有很多种平均法 好物理呢我们用怎么样 用三种不同的平均 第一个叫最可能数率 好叫做VP 这个P叫做probable 这probable就是最可能的嘛 对不对 好各位这个在数学上就是所谓的重数 什么叫重数 就最多那个嘛 好比如说考试出来呢 全班最多人考怎么样 考50分 所以呢你随便找一个同学 你要猜他几分呢 那当然猜最多的哪一个嘛 对不对 这个叫重数 那物理叫做VP叫最可能数率 好这叫probable 第二个叫做平均数率 就是只看数度大小的平均 这有一点类似 有一点类似 好像怎么样 像数学算到的所谓的算数平均 好那基本上各位注意 这不是怎么样 这不是平均数度 这是平均数率 我们前面讲过 因为这个禁止密闭容器里面的气体 向四面八方 所以如果你要讲平均速度的话 那算出来就是多少 零 你向四面八方 加总是零 第三种叫做方均跟速率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把速度这个向量 平方平均 再开根号 那他有一点类似像数学的标准差的算法 但注意我没有说他等于标准差 我只是说他类似叫什么 类似叫做标准差 因为标准差的算法也是平方平均 再怎么样再开根号 所以我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的平均值 一种叫最可能速率 一个叫做平均速率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方均跟速率 我们用这三种不同的平均值 来代表怎么样 来代表这个气体的怎么样 气体的行为 好那基本上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那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那当然是这是由马克思威 这个推导出来的 这个式子的推导其实很复杂 那各位这只要看一看就可以了 你可以画出一个怎么样 画出一个分布曲线 好来各位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叫做VP 这个叫做VP 这个叫最可能速率 最可能速率就是最多的哪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重数 另外叫VA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平均速率 叫平均速率 这个叫做方均跟 叫VRMS 好你说老师 那怎么样算出这个最可能速率 平均速率跟这个方均速率呢 那其实说来呢 这个说难不难 说简单不简单 你只要把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各位 这个我们在运动学讲过 你怎么算一个函数的极值呢 很简单 就把这个式子把它为分 各位为分 好 另怎么样 另第一阶导显数等于0 就算出这个最高点 好 怎么算出这个平均速率呢 就把它从0 好 积分到无限大 再除以n 算完了 那怎么算方均跟速率呢 就把这个式子把它平方 对不对 平方 好 除以个数 那再把它怎么样 这个从 这个把它平方 从0积分到无限大 再把它除以个数 再把它开根号 好 你说老师 这是怎么算呢 好 这我帮大家写在怎么样 写在底下 好 那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参考高中物理 进阶200篇里面呢 我有一个一个帮大家这个算出来 好 算出来结果 你发现 方均跟速率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m分之三rt开个号 那平均速率的大小呢 是π分之八 m分之rt 好 最可能速率是m分之二rt 那这个东西呢 你不用去备它的数字 好 除了这个方均跟速率以外 好 这个你不用怎么样 你不用去这个备它 好 不过呢 考试倒是有可能会考一个结果 就是如果它符合所谓的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好 就是理想气体的速率分布 你算出来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方均跟速率最大 再来是平均速率 再来是最可能速率 好 你算出来呢 你看 如果m分之rt大家都一样 三这个数字最大 好 这个π 这个是8嘛 π3.14 8除以3.14 应该怎么样 这个比3要来得怎么样 来得小 好 那这是二 所以最大的是方均速率 再来是平均速率 再来是最可能速率 那考试呢 如果你们老师会考这里的话 他就会故意考虑说 这三个值里面谁最大 就是方均跟速率最大 大于平均速率 大于最可能速率 你说老师 这我背不起来啊 这三个一点feel都没有 这个是怎么背得起来呢 没关系 这物理嘛 我们几乎是不用口诀的了 那偶尔也是会用一点点小小的口诀 帮助大家记这个东西 好 你记什么呢 来 各位 你就记rap 什么叫rap 黑人的饶舌歌嘛 对不对 就是rap r大于a大于p r是第一个 a是第二个 p是第二个 方均跟速率 开头第一个字r嘛 这平均速率average啊 这个p叫probable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叫你英文 这个是有道理的 就记rap r大于a大于p rap 这样就怎么样 这样就记起来了嘛 对不对 简单吧 就r大于a大于p 好 怎么算 我刚刚讲这个高中物理晶节200片里面的这个有兴趣算看 不过这个没有兴趣不看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积分其实有一点超出怎么样超出这个高中的怎么样高中的数学范围 这你叫大一的小朋友去算 这也不一定算得出来 好 所以考试一般只考说这个一个这个最大再来是他再来是他 就是r大于a大于p 好 现在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曲线呢 各位你想想看 这考试呢 一样有一个成绩分布图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分数有这么多人 这个分数有这么多人 这个分数有这么多人 现在讲的速率分布就是 这个速率有这么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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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样去改变 各位你怎么样去改变这条曲线的形状呢 那很简单 考试的这个分数的曲线怎么改变 很简单 就是你改变考试的怎么样 考试的难易度嘛 那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气体的速率分布呢 那很简单 就是改变它的温度 如果你温度提高 好各位你假设原来是T1蓝色这条曲线 好你温度提高变成T2这条曲线 你温度再提高就变T3这条曲线 好老师曲线为什么会这样子变呢 来各位也蛮符合直觉 现在呢这个横轴是速率 那你告诉我温度越高速率会越大 那方向就是速率嘛 这温度越高速率越大 好可是为什么温度越高 这速率越大OK 可是这个图形的峰值却会下降呢 为什么这个峰值会怎么样 这个峰值会下降呢 好这很简单 因为这个曲线下的面积代表什么呢 各位分布曲线下的这个总面积代表什么呢 答案叫做总分子数 为什么呢 来你看 假设这个数率有这么多个 这个数率有这么多个 这个数率有这么多个 这数率有这么多个 这个数率有这么多个 那你把全部加起来就是总个数啊 各位你想想看考试成绩分布 这个分数有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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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加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总人数啊 对不对 你把全部加起来就是总人数 所以呢 这分布曲线下的面积 其实就代表了所谓的总分子数 可是你只是加热它 你只是加热它 你分子数没有改变啊 所以如果你加热它 分子往右移 可是面积一定要相同 面积一定要相同 这个分子一定会怎么样 分子一定会下降 好各位 这个举一反三 其实化学课本呢 这也曾经出现过这个图 什么地方出现过这个图呢 好 这我说吗 这学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对物理化学其实都有帮助 好来 各位化学什么地方出现过这个图 好 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 有在什么地方呢 好 叫做低线能 化学在那边多一条线 他说如果温度越高 跨过这个低线能的分子就怎么样 就越多 好 那能够怎么样 能够产生有效碰撞 好 这个的分子数越多 那反应数率就加快啊 所以这里呢 画一条线 这就是化学讨论到的低线能 也就是温度越高 跨过这个低线能的分子数 也就会怎么样 也就会跟得越多 有印象吗 这个 所以这个化学其实也会怎么样 也会用到这个东西 不过化学倒是没有直接提到这个所谓的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有个小小的问题 老师 你怎么证明 你怎么证明说 这个数率分布是对的呢 好 你怎么证明这个数率分布是对的呢 那物理一般呢 现在的物理一般呢 分做怎么样 分做两派 一派叫做理论物理 一派叫实验物理 有些人是怎么样 这个只做理论 比如说像怎么样 像这个爱因斯坦 他就只做理论的思考 可是有一派叫实验物理 比如说呢 有兴趣呢 大家可以看一本传记 叫做这个吴建雄 他说吴建雄 听起来像男生的名字 可是他是女生 这个号称叫中国的居里夫人 他做了很多怎么样 做了很多这个原子分子的这个实验 那基本上呢 这个有兴趣 你可以看他的传记 那他呢 就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 好 那这个马克思威呢 提出这个理论 那谁做这个实验证明呢 这个史特恩 他怎么设计呢 好 各位 假设这个气体呢 在这个容器里面加热 好 经过两个狭峰 狭峰一 狭峰二 那以后学到怎么样 学到这个物理光学 双狭峰 单狭峰 这个狭峰呢 会变成家常便饭 这个狭峰的目的是要让 跑出来的气体走怎么样 走一直线 经过一个 如果还不够这个走直线的话 那经过两个 这样子气体冲出来呢 如果往四面八方的 就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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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怎么样 只有这个细缝的 这个分子这样过来 好 走直线 走直线以后 他会进入到这个容器 那当然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开口 这里会有小小开口 好 这个气体就怎么样 就冲进去 好 冲进去后 发挥各位的想象力 因为冲进去呢 这个分子 有的速率大 有的速率小 好 速率大的 他就比较快 撞到这个底片 好 这个圆筒 他会怎么样 他会滚动 好 速率大的就先撞到 速率慢的呢 就等到圆筒这个滚过来后 才撞到 所以速率大的会撞到前面 好 等到这个圆筒滚过来后 速度慢的呢 撞到后面 各位很简单嘛 你想成说 有一条怎么样 有一个底片 他会往前进 速率大的先撞到 速率小的就撞到后面 速率大的撞前面 速率小的怎么样 速率小的撞后面 所以这个史特恩就是利用怎么样 利用这个底片的感光层面 来判断说 这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好 因为速率快的撞前面 速率慢的怎么样 速率慢的撞后面 从这感光程度 跟这个马克思威呢 这个理论呢 去比较一下 发现还蛮相符的 这叫史特恩实验 那这参考一下 这史特恩实验呢 就是用来证明 这个所谓的马克思威 速率分布 这个理论到底对还是不对 林素老师 那我们学的这个马克思威 速率分布 到底有什么用呢 有 各位 这个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在物理里面 甚至在社会科学里面 其实也是蛮有用的 第一个例子 就是所谓的蒸发 各位 这有时候呢 这化学呢 也会讨论到怎么样 讨论到所谓的 这个三项图 就是我们在第十章 讨论到的这个三项图 那第十章其实我有提过 如果你要讲气体的 这个液体的蒸发 水的蒸发 其实你不能用三项图来看 为什么 因为三项图 在常温下 水不应该是气态 应该是液态啊 那为什么水会蒸发呢 各位 这水会蒸发 不是利用三项图来解释 要讲怎么样 要讲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为什么呢 各位 基本上呢 这个水分子的速率分布 它就类似像 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在常温下 绝大多数的水 都没有足够的动能 从怎么样 从水面脱离 但是呢 从马克思威速率分布的观点来看 你的平均值是60分 各位 那有没有人考100 有啊 各位你会发现有时候怎么样 有时候考试 题目再怎么难 还是有人考很高啊 对不对 你题目再怎么难 还是有怎么样 还是有厉害的人 还是有人考很高分啊 你平均值就算是不及格 可是还是有人可能考90 甚至还是有可能考怎么样 考100啊 没有错 今天在常温下 我们这样说 这些水分子呢 如果要气化 很简单 你的速率不及格 各位 你的速率不及格 但是就是有一些极少数的分子 也就是说 相当于在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那个尾端速率比较大的部分 好 这些分子就具有足够的动能脱离水面而蒸发 好 产生了云跟雨 好 这些分子呢 离开水面以后 它必然带走了什么 带走了一部分的热量 带走了一部分的能量 它速率大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水又可以从周围的环境 这个吸收怎么样 吸收热量 让你怎么样 让你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分子的分布曲线 所以如此周而复始 好 这个怎么样 这个速率大的这个水呢 就跑掉 再从外界吸热 重新符合马克思威速率分布 跑掉以后 再从外界吸热 所以慢慢慢慢 水就逐渐蒸发了 所以水会逐渐蒸发 不是看三项图 应该是一种马克思威速率分布的一种应用 好 各位体会一下 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 考试再怎么难 还是有人怎么样 还是有人考这个很高 好 像现在的这个社会上一个很热门的 这个话题就是大前言一讲的M型社会 麦当劳M型社会 那什么意思 就是以后的社会会走向怎么样 走向这个贫者越贫富者越负 这有钱的怎么样 有钱的更有钱 穷的就会更穷 没有中产阶级 所以就像麦当劳一样 中间消失了 这有钱的很有钱 穷的还是很穷 你看那白猴公司周年轻的时候 哇 哇这个一罐怎么样 一罐这个保养品四万块 哇 瞬间怎么样 十分钟二十分钟抢购一空 这有钱的还是很有钱 这穷的还是怎么样 这穷的还是很穷 猪门酒肉臭 路由怎么样 路由动死骨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社会的分布呢 你说那M型社会不就不符合 马克思维数率分布吗 好 还是有些很穷人吗 以前可能是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未来趋势 可能马克思维数率分布变 变成是所谓的M型社会 所以这个 这个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还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社会的现象 好 另外一个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就是太阳 各位 今天呢 我们这样说 没有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那其实就没有人类的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关键就在于太阳 你要产生核融核 它的温度必须要高达几百万度C 你当然讲几百万K也没关系 这温度要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你知道吗 太阳的平均温度只有多少 只有6000K 你要产生核融核 要几百万度C 各位 核融核要几百万度C 可是太阳的平均温度 只有6000K 那怎么办呢 那这理论上根本就不会发生 这个所谓的核融核 可是关键就在于 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那个尾端 有一些动能非常大的 动能非常大的 这个原子 只要它能够怎么样 只要它的速度 能够产生核融核 它释放出来的这个能量 就可以继续维持怎么样 维持这个太阳的温度 所以呢平均是6000 没有错 可是就靠那些速度 非常大的分子 它产生核融核 核融核又放出能量 又加热周围的怎么样 周围的原子 对不对 这加热周围的原子 让它的怎么样 让它的这个速度更大 又能够继续产生核融核 这我刚刚讲 这就有一点像怎么样 有点像社会上 这爱因斯坦 只有一个 这古往今来的爱因斯坦就一个 牛顿就一个 马克思维就一个 法拉第就一个 可是就这么一个科学家 对不对 全世界可能几十亿的人口 就是最聪明的 那一个两个 就可以造成怎么样 造成社会的进步 对不对 就可以造成社会的进步 这个太阳就是怎么样 太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马克思维速率分布里面 那速率最高的那些怎么样 那些原子 那些质质 它们速率够大 能够产生核融核 那维持了怎么样 维持了这个太阳的 太阳的热度 所以这个最神奇的就在这里了 所以学马克思维速率分布 还是这个有差的了 好 不过呢 这里我要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虽然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气体 讲到了马克思维 可是马克思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 这个少数在物理里面被称为所谓的先知 他跟爱因斯坦牛顿其实是齐名的 不过呢 马克思维 当然最大的贡献 当然不是在于气体分布 而是马克思维 他把电学跟磁学融合成所谓的电磁学 这法拉第呢 那这样磁场变化会产生电场 那马克思维讲说 诶 那磁场变化产生电场 那电场变化 可不可以才能磁场呢 答案是肯定的 诶 所以他修改了所谓的安培定律 把电学磁学融合在一起 所以马克思维被尊称为电磁学之父 那四个方程式 我们叫马克思维电磁学方程式 好 就是法拉第定律 安培环路定律 高斯定律 跟最后这一个就是所谓没有磁单极的存在 这四个我们统称叫马克思维电磁学方程式 可是这个完全看不懂 这个是属于空间中的向量微积分 这是微分形积分形完全看不懂 没关系 刷案物照 告诉我们一件事 学然后之不足嘛 对不对 就是不懂才要学 那懂了你念书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呢 以后呢 未来学学路还是怎么样 还是非常的长 所以以后呢 我们看到怎么样 看到电学磁学 高山学到电学磁学 还是会继续看到怎么样 看到马克思维 跟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怎么样 所谓的这个电磁学的方程式 好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各位呢 可以仔细想一想 虽然就算现在联考 他不会直接考 这所谓的马克思维速率分布 但是我想学会马克思维速率分布 其实对你的物理 对你的化学 对你的人生 我想应该还是有点启发的 好 所以这一段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